哈喽 视觉心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重 备受期待的那年花开月正元终于开播 任重在里面饰演了幽国幽民的县令赵白石 一路坚持着自己所谓的公道 堪称官场的一股清流 从影14年任重一直都是以现代剧牙皮暖男形象居多 但这次在那年花开月正元中 留学归来后的任重突破了以往的固有形象 变神正派献太爷 以神正气不容小区 然后这是我近14年来第一个大古装 以前都是现代戏里面演那个牙皮的 要么就演那个暖男的 然后在这戏里面也不暖了 然后也不牙皮了 然后就是特别 对 特别正经 很正经很正经 我都是文言文在这戏里 谈到这次一起拍戏的小伙伴任重居然称大家都是疯子 自己也从这些疯子身上看到了专业上的不足 学习到了不少疯劲 而其中最疯狂的则是不疯魔不成活的孙丽娘娘了 教科书般的表演让她频频折服 她是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人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这个戏被丽姐带的都是疯子 都是喜之 你想演她爸爸的是刘慧琪老师 疯子 跳窗户把自己脚差没跳断了 三个月那脚的一个演员为了一个镜头就瘸了三个月 丽姐就是完全属于瘋魔的状态 陈晓也是小哥也是瘋魔的状态 身为一名娱乐圈的单身汪 这一说到感情问题上任重就开启吐槽模式 表示自己就是被演员这个职业给耽误了 严重着孙丽陈晓都是在拍戏过程中找到了另一半 让她羡慕不已 我算了笔账一年365天 你一年接三部电视剧 以40级为单位就是120级 平均每四天为一级 这一年就没了 每天13个小时的工作 没有节假日休息 谁跟你过有病啊人家 真的不知道演员的生活 单一到无聊 面对大家都在追逐过情人节的现象 任重也是有话说 称把什么节都过成购物节 这是不好的现象 呼吁别秀恩爱去爱就好 描遍情花王子 找个理由每天都是可以是理由 并不要找节日的时候 我觉得是如果你对一个人的喜欢和对一个人的表白 是呈现在每一天的 分分秒秒的 并不是你要在这一天里表白的 那一定不是爱 那是秀 所以别秀你的恩爱 去爱就好了